那我就這樣子 欸這杯都是水 這杯都是水 一都是水 二加一點點 三加一點點 四加更多 越來越多的墨汁 可是水味都一樣高 把它填到一樣高 那我就跟小朋友說 我們這樣把它攪拌完之後 猜猜看哪一杯比較深 哪一杯比較 比較濃 比較淺 或比較深 比較淡這樣 那小朋友應該都知道 那玩完這一個之後 對 每一組都會有六個杯子 用完之後呢 小朋友就開始做摺紙 他們想要怎麼摺都可以 其實這有點像那個 我們在玩那個染布一樣 摺完之後讓他們去進 比如說一號杯子先進完之後 再跳到六號 六號再到幾號 都可以讓他們去玩 玩完之後就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那其實有些小朋友會很貪心 他把整張紙全部都弄到六號 拉起來就是回不來 就是黑了就擺不回來 這是他們完成的作品 那當然完成了這一張 那老師就開始要想 這個完成之後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剪下來 用到不同的單元去 就是 要花點巧思 好小朋友玩完這個之後 我也會讓他們玩 那個 樹葉的踏音 因為剛剛是 我們是在玩墨汁 現在我想讓他們認識紙張 然後我這個準備的就是 所謂真的是國畫紙了 然後讓他們去找樹葉 這個可以給低年級小朋友玩 然後踏音上去 像這個 他們可能會覺得 這是一棵椰子樹啊 這是一棵什麼 然後再來 貝華老師那邊有沒有看清楚 他們拿的這個是一根筷子 我沒有馬上就讓他們拿果化的毛筆 因為毛筆軟軟 小朋友可能手也軟了 就是抖抖抖的 沒什麼信心 可是我拿給它是一根筷子 筷子也很好控制 就是沾了水之後就可以畫 所以 他們這一堂課 就是用筷子跟樹葉的踏音 來完成這一個 可能是畫叢林 可能是畫花園之類的東西 好 那我們剛剛介紹的竹筆 那我還會教小朋友說 那我們自己來玩一玩 自己做一隻毛筆好了 所以他們可能會去在那個乳尾的上面那個 像掃把一樣的東西 自己做筆 做完筆之後呢 我們就拿那個筆來畫畫 可是我還是沒有讓他們拿到 水彩筆或是毛筆之類的 像這個著色的部分 我就是讓他們用手指頭 直接沾顏料 直接畫上去 那這個也是 他們最後完成了 可以完成到這樣子的作品 好 接下來呢 我就會讓他們 因為我們剛剛開始 不是有介紹那六杯了嗎 可是那個是慢慢慢慢這樣倒的 那這一堂課我就讓他們說 那你們要開始自己去調 在調色盤裡面去調出三個顏色 我必須要分出三個 比較深的 中的跟最淺的 然後畫幾顆樹 有前後的感覺 然後 再拿這個筆啊 就開始直接 我們不做構圖 直接畫上去 那他們也不會害怕 就是因為有前面的那些小動物 那些小遊戲 然後到這邊點數頁 好 接下來我會再帶小朋友 玩一個墨跟彩的遊戲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一樣準備一個 教室裡面 比較特別的 就是教室裡面 都有這個粉筆 好 那它的步驟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就是直接在宣紙上面 然後畫上墨線 他們拿的是毛筆 那有一些小朋友 他可能對自己 比較沒有信心 我還是會讓他們說 好吧 沒關係 你們就用鉛筆線購圖可以 那購完圖就是 描上這個黑色線條 描完之後 我們拿那個粉筆 用力的 而且要均勻的去上色 而且要提醒小朋友 就是 不要來回 就是不要這樣子去刷它 因為那個宣紙上面會破掉 所以我一定跟他們說 你只能來不能回 就直接這樣子 這樣一點一點點 慢慢去弄 白色的也可以用 弄完之後 上完顏色 我們就把它翻到背面 一樣整個塗滿墨色 直接刷完之後 然後小朋友就覺得 欸 它的畫又毀掉了 再翻回來 你就會變這樣子 而且原本喔 上白色的地方 效果會很好 他們可能會覺得 欸 白色是不是都不能用 因為我們常使用到 最常用到 是白色的幾張 所以 白色的廣告顏料不能用 白色的蠟筆不能用嗎 其實都可以 這個白色粉筆 一樣可以畫出來 然後教他們如何落款 所以落款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 很好笑的詞出來 待會就可以看得到 像我在講這個單元 我是跟他們說 我們先想一個動物 然後動物身上 你可以裝飾不同的東西 也就是說 你看到這個動物 你會想到什麼東西 比如說我畫一隻貓 我可能想到魚 我可能想到愛心 我可能想到